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臭的味道 酸臭酸臭的 苹果 白醋 醋 酸菜 橘子 四川的泡菜 檸檬水 醋也挺酸的 牙根发紧 眼睛是皱起来的 五官都拧在了一起 太酸了 我觉得有点难受 酸过以后就会觉得很爽 我去查验一些古书的时候发现 在最早的时候人类对酸的认识和利用 还是从梅子来的 古人吃羹汤的时候有各种讲究 在《上书说命》中说 欲作合羹 而为咸梅 我觉得咸味跟酸味是最早出现的两个味觉 对酸的计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醋 因为我小时候的身体不太好 经常会患一些感冒之类的一些小毛病 我母亲就会在房间里用醋加热之后来熏这个房间 五位当中为什么酸会排第一位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酸的深度跟复杂度是最高的 这种口感它是一种非常丰富 非常富有层次的一种味觉的享受 它可以把原来的这些甜 咸 辣 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它也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达 我们讲情绪不会讲很甜 很咸 但是我们讲很酸 酸会代表人生的不同阶段 从青春期的酸色到慢慢成长 你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 酸醋 辛酸 它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一种感受 喜欢的那个人 结果他喜欢的人不是你初恋的感觉 就是酸酸甜甜 把酸定义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 可以这么说吧 谁没有过初恋呢 倒是也失恋过无数次 然后失恋过以后确实是心里边挺酸的 说不清 但是很揪心很抓着这个 中国关于酸味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 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可能酸味是某个地区人特别偏爱的 东北他们喜欢吃泡菜 北京人喜欢吃酸鸡汤 广东他们吃烧腊的时候都会配上梅子酱的 广西这边他们有酸辣水 到银贵山这边 他们会用一仙天然植物来做酸肠鱼 到山西陕西这一块 他们就是实处的大水 从小的时候然后家里就自己酿醋 对酸比较敏感 小时候其实没怎么喝过 后来去到北京吃火锅 所以要跟酸味糖搭配地喝 解辣又解腻 所以那时候对酸味糖是比较深刻印象的 2011年我开始做酸梅汤 最主要的一味配料就是乌梅 我尝试了十多个产地不同的乌梅来试这个口感 然后再配合其他不同层次的酸 来调节这个酸味 这个比较清爽 这个里面有点甜一样的 我喜欢这个味道 酸酸甜甜的那种 这个清爽比较干净 然后爽得很透彻 它不是纯酸 它是那种带香的那种酸 我们在大的工业环境之下 味蕾已经慢慢地被这些工业化的 调制的饮料所轻舌了 人的这个味觉已经慢慢地变得麻木 你现在去问那些年轻人 什么是甜味 他们可能告诉你的是 哦 可乐是甜的 那我觉得这个已经离自然的那种状态 是越来越远了 我希望酸梅汤它只是作为一个饮子 让你能回到寻找食物本真味道的那条路上去 我希望你能回到那条路上去 两条路上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